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现在给各位人看到这个 就是模式的话 那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对身体的运作 有不同的模式 不同的方法 那每一个人又喜欢他的角度 每一个人喜欢他的不同的样式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样式 所以在这边我们所列到的东西 没有不好 只是你喜不喜欢而已 所以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这个是我们下面一句都来看 好 下一页我们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阿里玛丑 那在我们讲阿里玛丑的时候 我们说它是一个身体的感觉 那像今天有同学可能感觉就不一样 那有人感觉到比较舒服 有人就觉得受不了 有人就觉得很冷 有人就觉得还好 没有太可怕 每一个人的感觉是不同的 只有我们做阿里玛丑 那现在我们可以各位同学可以感受一下 比如说你身体的感觉 那我们说身体感觉是外五官嘛 外五官的感觉 NRB是深嘛 当然眼睛所看到的 你耳朵所听到的 然后你的触觉 你的嗅觉 你的嗅觉感觉 那现在我要各位同学 如果敢讲这幅画 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这幅画 代表的是什么 有没有不适当的 有没有不该去的地方去 有没有 到底这幅画代表什么意思 这幅画代表什么意思 平常我用这幅画来讲这个阿里玛丑 讲阿里玛丑 很多年我都用这幅画来做 各位同学看看阿里玛丑 我们首先看这棵树 各位同学看这棵树 最上面是什么动物 最上面 这个树的最上面 有没有动物 有没有 是什么 老鹰 是一只老鹰吗 头在哪一间 头在哪一间 好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请你告诉我 第二个 我要请你告诉我 这幅画里面有多少颜色 有多少种颜色 听不懂这种颜色 三种 有白的 有黄的 还有一种什么橘的 对不对 三种还是四种 三种 那树本身的颜色 颜色就两种 加上树叶三种 所以树叶三种 树有三种颜色 天空三种颜色 就六种颜色 那树根 就是好几种颜色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就是 开始要去享用内似观 理解 想象 跟做一点判断 为什么树根要画成这种样子 这个作者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你看他把树根都弄得很清楚 古大校园 你们看到的树根 有没有 最多的树根是什么树根 什么树的树根 是龙树 对不对 龙树的树根最多 如果龙树的树根更老的话 它就会翘前 突起来更多 所以我们看到树 树有至少有三种 一二三 一二三 加上树也四种 加上树根 有一种 两种 三种 四种 五种 六种 七种 七种加四种 十一种 十一种加天空三种 十四种 还有 然后各位看树根附近 有些什么东西 树根附近 有什么 面具 所以你看 在这个图是非常丰富的 颜色非常丰富 代表的东西非常丰富 好了 下面我们就要问 在看阿里玛丘 他要说什么 这五个话他要说什么 他要说什么 他要表现 你看 你看那兵马 是前脚要起来 一定有什么 刺激他 右边 好像是有一个人 对不对 有没有 右边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你看 这个人 他头上带的是什么 然后呢 这边是有野兽 这是狼 这是豹 这就是熊 是不是 这是马 这是牛 然后呢 还有什么 他们这些能够和谐相处吗 你觉得他可以和谐相处吗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在上面有鸟 当然没有问题 因为他在飞 没有体验上面 所以我们来看 这个小女孩 坐在这里 到底他要诉说什么 到底他要诉说什么 所以我们在讲 阿里玛丘的时候 我们讲那个感觉 讲感觉的时候 讲内感官 就是外感官的感觉 就是要提出 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我们内在的感觉 是非常的丰富的 我们内在的感觉 非常的丰富 但是我们能够表达出来的 却非常的有限 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要说明 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所以它非常丰富的 那各位看这头牛 如果说对牛有理解的人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头牛 它有一种品种 对不对 品种的牛 这个马 马头上面没有脚 不太像优尼康 在传说中 所有的优尼康都是白色的 这个是把现实加上传说 加上预言放在一起 那这个算是轮回 都放在一起 就整合起来成为一种感觉 所以我们因此 我们去分析我们感觉的时候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一下子就把它说得很清楚 但是常常我们需要一些时间 去体会去了解 然后我们去分析 才有可能 所以这是第一个 我们关于马头的说法 下一页 那下一页我们就要讲 那这个是叫Senti Senspicaccio Senspicaccio就是感官 Senspicaccio感官 那感官有两种 一种是外感官 一种是内感官 外感官跟内感官 你们在大二念知识论的时候 那老师有跟你们讲过嘛 对不对 外感官就是眼而鼻者身 这五官 那眼睛就是对视觉 就叫视官 耳朵对听觉 就叫听官 然后鼻子对嗅觉 是嗅官 对不对 那身体呢 对着是触官 那舌头呢 对着是胃官 所以如果你们上课的话 你们就知道 那个 在当今的科学里面 来讲眼而鼻舌身 这五官里面 到目前为止 科学家还没有研究出来的 就是味觉 跟听评 为什么 就是味蕊 就是你食物 你连水到胃 到舌头里面去 舌头上有味蕊 味蕊就辨别味道 好吃不好吃苦不苦 酸不酸 甜不甜 在它能够辨别 所以现在 科学家以为 到今天为止 我们还没有办法去 找到理由 为什么 那些 在舌头上 出出来的 那些味蕊 能够辨别味道 所以你可以上课说 温老师 为什么那个 讲外五官的时候 老师味不味觉可以 你会不会感觉到味道 他一定给你回答说天生 各位同学 有人天生就是 没法感觉 如果说是天生 就表示一律 每个人都有 那为什么有人没有 为什么有人 看得到 有人看不到 对不对 一样道理 所以这个 外五官 眼而鼻舌身 所以我们对着 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跟触觉 让我们每个人 都会有什么感觉 所以这个是 甚至 比卡丘的 感官里面所说的 那inner 就是视官里面 那我们就是有 第一个有 记忆力 唯一力 有记忆力 所以我们有四度能力 那这四度能力 都是浅的 不是 有的东西 已经变成现实了 那有的呢 还在浅 比如说你的这个 你看东西 比如说你外五官 你不可能看到无限远 对不对 你每个人都看得有限嘛 眼而鼻舌身的五官 那五官啊 都是浅能 那我们现在 发展出来的东西 我们现在 发展出来的东西啊 都是有限的 我们都没有办法 无限的去感觉 所以我就说眼睛 你的视力啊 你不可能无限的看到 就是无限的远离看到 听觉 你不可能无限的听到 说你可以听到 什么七千里外的声音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都是 有限度 那为什么有限度呢 主要的理由就是 比如说 你那个焦距啊 你没有办法无限的延长 所以眼睛看得多 就跟你有限 你耳朵听得有限 是因为你的耳骨 所以能够听到 神音的回应呢 是有限的 它只能听到 这样的一个距离的声音 再过去的声音 它就没有办法感受 所以我们说 这外五官啊 这样 好 那内五官呢 那四官 第一官叫记忆 记忆什么 第一个记忆五官 记忆五官的东西 所以我五官 所有的记忆力 比如说 你曾经看过的 就存在记忆里面 你所听过的 存在记忆里面 比如说 举个例子 你喜不想听音乐 那你最喜欢听什么音乐 古典乐 古典乐 那你最喜欢的古典乐 是什么 是谁呢 作品 威罗门 威罗门的作品 那一定是九号嘛 对不对 要不要说七号嘛 对不对 那好 那你这个都放到记忆里面了 对不对 因为你过去听过 你喜欢 所以放到记忆中 所以我今天跟你讲九号的时候 你就开始回忆 对不对 因为你一直加上去 气势旁华的交响乐团 那请问你 演奏贝罗芬的乐曲里面 七号 交响乐里面 最喜欢的乐团 你喜欢哪一段 你没有选择 因为你也不知道谁 对不对 在历史上演奏最好的 是柏林交响乐团 可是柏林交响乐团 在七十年前 它已经没有那么伟大了 七十年前它就不行了 那现在可能最好的 全球最好的交响乐团 已经不在柏林 已经不是柏林 而是哪里 是维也纳的交响乐团 可能现在是最好的 可是呢 维也纳交响乐团 它常常不要演奏 贝罗芬的东西 他不要演奏 他比较喜欢演奏小邦的 或者演奏别人 所以这个是不堪 所以我们记忆 第一个就是有记忆 记忆就是我们记忆 记忆力各位同学一定要记住 所有的记忆力都是对过去的记忆 你谁有对未来记忆啊 我先把未来可能发生的 我先记一下 有没有可能 对 不可能 那未来的有可能是什么 就是想象 所以第二种能力 我们叫想象力 这是out inner 我没有想象力 那想象力 我想象力 我可以把过去的记忆力面 拉出来 变成一种想象的 那我也可以想象 我未来怎么样 对不对 我最近就是想 说这个杜拜 各位都知道杜拜最近不是有金融风暴吗 那欠人家六百亿 然后我就在想说 如果我有亲我就把它买下的 后来我想 我怎么可能会有六百亿 那就是梦想 就想象嘛 想象 那如果说退休以后 那就到杜拜去过退休生活 然后我把杜拜名字叫做 Kingdom of Dubai I'm a king 那我就做国王 人可以想象 想象是完全不像事实 有没有完全想象 可是如果想象太离谱 就变成幻想 那幻想 这个是幻想有时候是有事实根据的 幻想是有事实根据的 但是想法不一定正确的 所以我们在哲学的那个知识论里面 我们去分辨那个幻想 幻想的时候 我们就说幻想它是有事实根据 但是呢 它确实不一定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是想象力 那在想象力里面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 我们有三种想象力 对不对 第一种叫做再造 再智 就是我们对过去的记忆力 我们把它智出来以后 我们在 那第二种呢 我们叫创造想象力 创造出来一个东西 一个新的东西 一个新的想法 所以过去 我们很多人 整个人类世界文明的发展 很多都是靠创造的 比如说这个爱迪森发明电灯 它创造出来一些东西 那第三个就可能是 我们叫做schematic schematic 就是说我们叫图绘想象力 那图绘呢 就是比较深 它就有一点判断力的味道 有点判断力 所以我们说有记忆力 有想象力 那第三个呢 我们就是有判断力 那判断力来讲的话 它有两层 一层是根据感官的判断 比如说我们叫它直觉 所以心理学有叫它直觉 所以哲学呢 我们就说是 那个什么 心理学叫它本能 哲学呢 叫它直觉 instinct 就是叫它直觉 心理学叫它本能 所以我们人本来 就是一种本能 你们本来也是一种instinct 这个字 所以理由就是在不同的学科 有不同的解释 所以关于这样的本能 所以我们说有种判断力 是五官的一种判断 那是一种直觉 比如说天冷了 你身体上自然就需要保暖 饿了 你就想要吃 这是一个判断力 饿了不想吃 那你判断力就有点失常 那除非你用理性控制 不然你很难 所以我们说 在音乐里面第三个 我们叫它判断力 第一层就是靠感官来做 靠着内感官来做判断 那这样来讲的话 在知识论的理论里面 他说这个人啊动物都有 比如说它都有想象力 它有记忆力 那你们家如果养狗 你们有看到 有没有经验到狗晚上睡觉 会笑 很恐怖啊 对不对 晚上如果你半夜听到狗在笑 嘿嘿嘿 那你一定会觉得很恐怖 所以一只抱 一只抱看到前面有羊 那他要怎么样去抓住这只羊 他根据他的经验 他一定要在他的什么 下风处 去抓它 因为如果上风处的话 那风吹过来 那羊就会闻到它的味道 那会有烤鸟 一定要在下风处 风从羊吹过来 那他可以判断 所以他得要逆风而行 去抓它 那这个时候 抱就要知道自己的续航力有多大 他去追这只羊的时候 他一定要在几秒钟之间抓住它 不然的话 那就不行了 因为各位都知道 这个爆的爆发力很快 可是持久力不够 所以我每次看了一个汽车 有辆汽车不是 有一个爆头的车子有没有 架挂有没有 讲笑话嘛 对不对 那个笑话 完全不符合动物本性嘛 动物的本性 这个这只爆 所有的爆爆发力很强 可是续航力不够 持久力不够 他跑了快 他就没力气了 所以你所有 你去看Discovery 所有爆去追羊 如果追不到 照顾爆就放弃了 他就没办法了 以后就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 他的判断 一定要在最短时间之内完成 也就是他怎么样可能 他爆发力冲上去 在三秒到五秒钟之内 或者最多不能超过三十秒之内 他要抓住这只羊 他要判断力 可是我们看Discovery的笑话就是 常常爆都判断错误 没 常常都抓不到 抓不到 那个脸就很尴尬 那个脸就看着很尴尬 就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他就失败了 所以这个因的你们判断力的时候 第一种判断力就是根据直觉来 根据直觉 那我们哲学讲这个直觉的时候 那我们是提到这样的模式 那第二种判断力那就不是了 那一般的动物就没有了 它比较深层的就是理性反省 理性的反省 就是说我会想为什么 鲍每次追缩了羊以后 它回来不会想为什么 你们各位同学去看Discovery 那个很多羊要过河 过河 过河的时候 河里面有几十条鳄鱼 你看羊过不过 过 过的时候呢 万一前面的羊被鳄鱼吃掉了 后面的羊过不过 走过 那人过不过 人不过 人为什么一看到有鳄鱼 为什么要过 一个人都不能过 不能说你先过 你过你被吃了 我就赶快过 我们不会应该这种事的 那羊不是说 说你赶快被他吃 吃了我就过 他没有 他根本就是前夫后继 他没有这个判断能力 因为他是被情况的反省的能力 他没有 所以羊就会过 过就继续被吃 那他也没有去看他的程度 只是因为前面的羊过错 所以他后面就跟着 那第二种判断能力 那就是具有反省的 理性的判断 那这种一般来讲 大概没有 那后来我们 在士林哲学里面 我们叫这样的判断 叫做Cognitive Estimative Power Cognitive Estimative Power 就是一种思考力 他有能力可以思考 比如说各位同学 你们如果 我们现在大家都讲笑话 比如说台北市很多狗啊 流浪狗啊 都看得懂红绿灯 其实不对的 他们是看不懂红绿灯的 因为绝大部分的动物都是色毛 都没有色感 不是色毛 是没有色感 它根本没有颜色感 它是怎么样 跟着群众 跟着群众走走 所以一看 看大家都站在那 他的判断就是 大家都站在那 我就站在那 所以大家过我就跟着过 所以他是follow 他不是 他不是一个leader 他没有办法做leader 那我们不是 我们是看红绿灯 所以Skinner 这个行为主义 那个在我们哲学里面 存在主义里面的一支啊 行为主义的Skinner 他就提出这个理论了 他说所有人都可以 经由行为的训练 而导致他的模式的发展 那如果把他 你们大家都集中在哲学系 那每天给你逻辑训练 你们家里就变得很有逻辑 很有逻辑给你 那现在一个礼拜四 两个小时课的逻辑 是没有办法教到你们 就能够做逻辑判断 除非你对那个逻辑很用心 不然你很难去做判断 好了 比如说我现在教你知识论 大二就教你知识论 你到大三的时候 你确定你对知识论 你都能够把握吗 对不对 不一定的 你把握不了 你除非很久 你常常在复习 你常常在准备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 对一个学科的理解 不是一个 你自己主观性的理解 如果你是主观性 那就跟那个动物的一样 第一 初步判断力嘛 那一样那 那你是非常肤浅的 所以你一定要做一点深刻的判断 判断是什么 就是说你要看 到底这样的一个事情 或者这样的一个事件 它本身内中所含的意义是什么 所以我们常常对人的判断也是这样 我们常常会对外在的做对一个判断 而不会看到 看不到人的内在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造成了一些认识的混淆 那在知识论里面 我们讲说 这种认识的混淆啊 就是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思考力的判断 你不够完整 不够完整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这个在inner里面 在知识论里面 他提到这个奥斯丁模式里面 甚至Ficaccio里面 奥斯丁的inner里面 第三种判断力 当然讲判断的时候 各位同学 如果你们在知识论内门课里面 什么时候开始这样判断呢 理性思考 理性思考是开始讲判断力 所以感觉感性的 感性能力的时候 感性认识 那我们是用什么 所以一方面我们是用理性来认识感性 一方面我们是感性 来知觉感性 所以George Berkeley 才会说出那些话 是被 存在是被知觉 存在是 就是说 你如果只有纯粹从精英的观点来看的时候 那你是被知觉到的 你是被知觉到的 可是如果你没有知觉 你能不能存在 你还是可以存在 为什么 我能量是可以思考存在 这个是无调的 所以蒂卡尔才说 我是不我在 这根本不要自觉 这根本不需要自觉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 印章里面第三个 那第四个最后一个就是什么 我们叫做合一 这个在拉尼文人家 这个在拉尼文人家 叫康毛神苏史 康毛神苏史 康毛神苏史 神苏史 就是那个共通的感觉 共通的感官 或者我们叫做合一的感官 也就是说我可以把那些 前面奥特尔的五种 音乐里面的三种 整合在一起 各位同学都知道 外五官 这五官 五种感觉 都是性质 所以如果你去看知识论 这个知识论 司令人怎么去批评 怎么说这些语言呢 说士官听官啊 都是词 都是有没有词的部分 那词的每个都不同 所以他彼此不能替代 所以不能有一天 士官眼睛对耳罗说 哎呀我替这个主人看了五十年了 好累了 耳罗你要替我看 不行 因为这个知识 所以你没有就是没有 所以这五官啊 是彼此不能替代的 那现在既然不能替代 你怎么把它整合在一起呢 你靠什么呢 不是靠理性 不是靠理性 理性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在这个 我们讲认识论的时候 感性认识是直接认识事物 理性认识是借着感性认识 去认识事物 所以理性认识事物是间接的 感性认识是直接的 这个跟洛克 所讲的初性跟刺性呢 是有一点点类似 但是没有那么完全相像 所以它有些还是不同的 所以何一感官就是 我把这五官 我可以整个在一个对象身上 所以我看到你这个人的穿着 我看到你这个人长相 我听到你这个人讲话的声音 那我闻到你这个人的味道 那我知道是你 所以狗也可以啊 所以狗也有何一感官 猫也有何一感官 所以何一感官 不是只有人才有 所以在今世凡 连经验主义者 市令哲学者 都接受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对事物的直接认识 是借由感性认识来认识 我们的理性认识 是对事物的间接认识 因为你要借由感性认识 你才能够达到 借由感官 你才能够达到理性的认识 所以这个是间接认识 所以但是呢 在成绩上来讲 因为理性认识的范围 比感性认识更广 所以因此有人就以为 理性认识比感性认识更高级更好 那是错误的判断 这是一种错误的讲法 理由为什么 因为感性认识有感性认识的价值 如果你认为理性认识 比感性认识更好 那你无形中 你就失去了对动物的尊重 对不对 你就失去了对动物 因为动物它没有理性认识 然后它就不值得被尊重 所以现在我们台北 是不是在倡导动物拳 倡导动物拳的时候 那你怎么提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说 因了你们就提到这 所以感性认识它有价值 没有什么好不好的问题 各位同学 所谓好不好 只是你适不适应而已 你喜不喜欢而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